憂慮新變種病毒為全球帶來威脅 美股期貨急射 美股影響全球 美股這樣射下去 全球股市都要射 看回港股今日的數字是報什麼呢? 港股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弱的 這麼弱的情況之下 再加上這些消息刺激了之下 接著不能射下去 最主要除了新變種病毒殺到進來之餘 昨天李家超跟深圳談關於通關 昨天晚上公佈這個消息 今天開市竟然開這些數字 這些數字對他來說是極之敏感的 有多敏感呢? 看回數字 就說是659 後面的尾數是64兩個字 有沒有這麼巧? 你說64這兩個字 中共和港共不喜歡這兩個字 你竟然尾數開64這兩個字 是不是叫中共和港共呢? 這個通關要找尾數 這個尾數就是64 說回封關 大家都知道 就是和武漢肺炎有關 現在 之前香港封關 就是因為深圳奈爾 爆發武漢肺炎 香港封關 就是香港及時封關 不用像其他國家那樣 這麼大波 要封城 你講得明白 其實這些功勞真的要讚一讚自己的香港人 如果你作為香港人 你自發戴口罩 你真的要為自己拍一拍獎 讚一讚自己 跟這個港共和中共沒有關係 那你再看回現在這個形勢 就是這個叫富豪機場酒店 之前已經爆發了一個金針的 在酒店內全毒 有兩名病人都帶有 最先在南非出現的新變種病毒株 B11529 這個所謂政府專家顧問 許樹昌 今天26日 表示 傳播力強的變種病毒株 Delta已經令新冠疫苗 即是叫武肺疫苗 大打折扣 有多少折扣呢 稍後會繼續說 就說這個叫新病毒株 也有32個基因 是突變屬於前所未有 憂慮 憂慮什麼 也影響疫苗的功效 及傳播力更強 建議本港 就是訪效英國的做法 禁止來自非洲南部的人士入境 一直看下去 是 許樹昌 在商業電台 即在晴朗的一天出發 那裏說 部分研究發現 變種病毒Delta 令疫苗功效 降至4至8成 你看回這個數字 都很鬼 4至8成? 即是等於什麼? 等於我問sir 我考完試了 究竟成績是多少呢? 4至40分至80分 即是多少 人都知道 如果計算數 50分 滿分40分 不合格80分 都高 40分至80分 如果sir跟你說 是否sir有問題 是否精神有問題 你現在講到不明白 他這樣講 他就說 現在這個叫做 疫苗功效降至4成至8成 4成來講 代表這個疫苗已經沒有用了 8成來講 你都可以講這個疫苗有用 究竟他現在講到 講不講得這麼不清楚 究竟有沒有用呢 這個疫苗 有還是沒有呢? 證明 證明什麼? 現在這個叫做 疫苗來講 打多少都沒有用了 是吧? 然後記者再問他 再問他 這個叫復必泰呢? 用不需要多拍針啊? 即是他 他自己都不知道怎麼回答好 你看回 再講回 其實現在講到明 打這些疫苗 又講回通關 通關 即是說 現在這個叫做 深圳 深圳一缺不震 要香港人打救他 想通關 震一震的經濟 特別是香港的富人 她有配額 初期就說一千人 我都可以肯定你探親 你都沒有份了 就是給那些富人 因為現在你看回這個叫做 中共特色的社會主義 就說就是 招呼這些富人 特別現在這個叫做 中共 看回沒有錢的 就要叫這些富人上來 讀一讀它 震一震它的經濟 那你看回最主要 這件事 你現在這樣 這樣 強行做這個叫通關 現在這個新變種病毒 連專家都說 傳播力是非常之高的情況之下 深圳河以北上面 那裏都說 每個人都拍了針 很多都 拍了針 那怎麼辦呢 一樣 噴毒 你現在下來噴毒 你看回一件事 你之前都說 叫那些市民打針 打針 就是為了這個 所謂通關 通關 你噴毒 你看回噴毒 都頂不住 很明顯 都頂不住 現在你再說 香港的叫做 這個叫做 香港經濟也好 全球經濟也好 因為這個武漢肺炎 打柴了 更加說香港經濟 你現在強行為通關 就推這個叫做 安心出殯也好 真的很多公司 很多食股等著出殯 真的沒得搞的了 很多人對這個 很多我身邊的人都是 已經對這個叫做 港共 心灰而冷 真的他們都已經變賣資產 走得就走的了 你看回一件事 現在的情況 就是說 股市都這樣大跌 就是因為這個叫做 新變種病毒 這麼高危的情況之下 你應該不是叫做開關 也要封關 一定封好的關 現在不是說 你跟英國禁止 非洲南部的地方人士進來 連深圳、台北的人都禁止 最主要 現在這個叫做新一波 這個新一波 其實已經講到明了 專家都說這個疫苗已經跌到這樣 證明這個疫苗來講 已經 現在你打的疫苗 對這個叫做新的變種病毒 根本上沒有抵抗力 沒有效的了 講來講去就好像我這樣說 每個人都認識的 就是戴口罩 為什麼這些地方 你看到之前 人們打了疫苗 都爆得這麼厲害 深圳和以北 特別是深圳和以北 圈掩自己的 中共特色的抗疫能力 然後人們不戴口罩 現在就爆到七彩了 香港人這麼久 是2019年戴口罩 戴到現在 我說真香港人 戴到現在 就是令到病毒的感染率 可以控制到 這件事 就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現在你圈掩 就是這些錯誤信息 圈掩叫人打了疫苗 沒有問題的 又說脫口罩 現在就大大煲 那這些專家 你專家 就是你看回一件事 其實這些專家 應該這樣說 好像股票市場 或者投資都是 這個 就好像股票市場 來講 只有贏家和輸家 就沒有專家 好像現在病毒市場 也是這樣 只有贏家和輸家 就沒有專家 這個書家都輸得幾金 因為你現在真的這樣來講 其實這個港共 港共和專家 我都覺得他不懂 等於摸著石頭過河 那你叫商家 真的慘 尤其是做飲食 現在被你用安心出來 捏住那些 真的 那些真的安心 你說倒閉又好 好安心圍板又好 好安心出館也好 好安心出館也好 真的香港人 對這個 對這個港共和深圳開關 極之不安心的 個人意見 獨立私敲港元 好幾個月 好幾個月 倫敦 好幾個月